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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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东北苏花江畔的一个满族村庄 名叫大鱼楼 当地人把猎鹰称为海东青 意思是从大海东边飞来的青色之鹰 四百多年前 赵明哲的先祖被努尔哈赤派到这里 世世代代为朝廷补鹰训鹰 清顺之十四年 朝廷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衙门 负责裁补朝共事务 其中海东青就是一种重要的供品 当年这里汇集了大批的训鹰高手 因此大鱼楼又叫鹰屯 如今这里一派农耕景象 会训鹰的把师也只剩下寥寥树人 而最优秀的就是赵明哲了 这个我大腰我训多支吧 这个我指定是记不清 现在比有四十多年 那就是究竟多少支 总之那是详细是记不清的 那就说你四十多年 那是六十支银那是最低标准的超兔了 始终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就是得他 你就天大的事是干啥活 你老人骂不骂的 照样你骂不骂我也加鹰流的 那你看他就愿意加鹰 他就瞅他鹰有 你看他就像开心似的加那鹰 鹰给他占了乐趣 那是 他爱鹰生活爱过他 爱得起 他有时候跟万叶熬鹰的时候跟鹰说话 跟鹰唱唱软软的 喝点小酒之后守着鹰 听着那个半道体 这好像是跟鹰在一起的时间 要比跟老在一起的时间 由于出生在训鹰世家 赵明哲从小就生活在鹰的身边 从十二岁开始帮爷爷嫁鹰 十五岁时就按捺不住 要自己补鹰了 从人嫁鹰嘛 我说这玩意儿 我要去摸出去吧 我这些叔叔大爷爷爷啥的 你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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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外面家去 还不让鲜 就这么个意思 我一行 我说我哥哥拉 补鹰 当地人叫拉鹰 这可是一件苦差事 鹰把石必须躲在低矮狭小的窝棚里 等待着鹰扑向幼儿 埋伏在窝棚里的人 看不到天空的情况 只能透过这个瞭望孔 紧紧盯着鸽子 根据鸽子的姿态 动作来判断鹰的远近 四季拉网 为了不错过好机会 非不得已是不出窝棚的 一进去 往往就是大半天 你就这么拉 哪天都来鹰 我就拉不着 因为啥你 没人给我下网 我不会下网 行 ? 它不够看 不够看 是不是 不是 这就是 我这就是 得法 未来 不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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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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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去了 拉素贴 拉跑好一个营 这回来就上火 我妈说你别拉了 明儿将花 拿到那鹰剑 两三块钱就能买一只鹰 我说那不行 我非拉不可 这块土地虽然早已告别了他的狩猎时代 但赵明哲的血液里 似乎仍然涌动着一种对猎物的征服欲 这欲望使他十五岁就学会了训音 也是他十九岁时 因为徒手抓狼而名震一方 那年冬天 赵明哲和堂兄同名亮 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一只狼 我扯我就一直问 照他脑袋 拿脑袋才抗脑袋 没怎么计 把我竹棍打射了 你说我使得拉住 就拿个放银棍 我就下去 下去走到半斗腰 这狼就出来了 出来了你俺俩就打去了 我就拿这小棍 我就你出来了 我先葬你先 他一瞅东宫帮有银 他就把西宫帮来 我一瞅我竹棍子也射了 就剩这么长一宫流了 那白打了 这狼你跟我俩竖去 出去他就朝身上铺 我就拿这根狼 朝着狗里脑 我送一哥棍子跳去 那就改言他给狼咬着 狼咬着厉害 一片滑就给他骑行了 我骑到身上 我这俩手都按他脖子 就脖子很厚 他皮肤急着觉得狼咬叫 我哥哥你快来 给我绑上 就这么长的 我把狼给抓住 抬回来 赵明哲徒手抓狼 让他成为 当一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同时也吓坏了 他未来的岳父母 你说赵文周儿子 这我妈 我父亲和我母亲一听 就不同意了 说那可不行 那一天 那些年说没有正事 你还能抓狼 咱放用哪户来 也没有正经事 也不爱干活 那是 说你家的非得遭罪 本身我就移到秋天当时 就不干活 就拉鹰 上山拉鹰 拉够鹰了 回家就开始训鹰 训了了就开始放鹰 这就是整个闹这一套 全部的这一个套路 全在鹰身上 你说那我不能干活 这些个家伙事 不都得他的事 这以后 他挨打挨骂 也不敢回家跟你家乡 就只讲话 大家往渡厌 这样事的 你不满意 我也是不干 你满意 我也是个不干 那不就最终 他征服不了我 他也就得满意 挂钩上了 来 来 就 就 就 这爪子太尖了 就 就 赵明哲一个星期前 刚拿回来一只鹰 现在正是训鹰的 关键阶段 敖鹰 就是不让鹰睡觉 打磨掉他的野性 消除对人的恐惧和戒备 让鹰能够安心 与人相处 敖鹰 其实也是在敖人 为了不让鹰睡觉 鹰把事也不能睡觉 一般来说 要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煎熬 耗尽鹰的体力 直至它在鹰把事面前也能合眼睡觉 才算成功 这只鹰已经熬了三天了 似乎并没有疲倦的感觉 但赵明哲说 今天晚上应该就能成功 后半夜是最难熬的 赵明哲一根接一根的愁着烟 希望可以对抗睡意 终于凌晨四点钟的时候 鹰在赵明哲的面前摆下阵来 我们家是汉主 你叔是蛮主 结婚前我也是不愿意 他玩鹰 今天活儿不干 在家玩鹰的地上 都没得拉起始杀的 结果最后人家俩也没烧炒 这鹰无就我 这个训鹰呢 吵架到最后 我还是个败 你说还是圣者为王的事 还是圣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我就是败者的事 那就打个比方吧 不这么好听 就说老婆 都不如这个鹰了 我喜爱你 最后他说 那你就同步吧 你活一天 我就将就跟你熟识一天 年年百五 我要是先走了 他就能省心 他要先走吧 他可以就少麻烦 这样 够不着了 你够不着我能够不着我 你说 take the chance 你脾身身 奶嘎我够不着 慢慢一直 fing 还拿着 ivory 起嘎的啦 受串了 上面 嘻鼓 我食尽给你挠 挠着半斤肉好最厉害的 这可能是受疯了将来 去嘎嘎了 要不回头身上不重刺呢 这你说你多了不起 咱们人还得给你闹来 马上一边的人的仪式 你还不虚呀 敖鹰只是打磨掉鹰的野心 要鹰听话 最关键的是控制鹰的标 标就是肚子里的油水 放鹰的口径 那是有数据 老鹰告诉你 说标大鹰飞 瘦不拿 手工不到就多差 因为啥 取决于三连 说你标大 他跑了 他不听你的 瘦了 标欠了 抓不着物 就取那个当邀罪点 说是标合适 他才能干活 听听话 别肥 好了 今天是三斤硬点 昨天是三斤低点 投锅投地 那还标宁 那天我都知道标宁了 标宁就当天的温度还恼乎 气温浑升了 你总得降下两包的 这鹰料你降下半两分量 他就不耍壳 赵明哲给鹰酱雕 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 他把麻纤维 搓成紧密的一小团 外面裹上一片牛肉 就做成了一个酱雕的工具 他们把这叫轴 好了 标要大 不爱动 这脚还扎得绑 长点标就不是你 这个玩意儿 务必的不能很心疼你 心疼你 你就不心疼我了 恶极的鹰毫不犹豫 就一口把轴吞了下去 他不知道已经中了鹰把式的拳套 这叫给鹰带轴 但是鹰的胃不能消化麻纤维 所以大约十个小时后 鹰会吐轴 你累不累呀 一天了 这都累了 你怎么回事 一会儿你就回去吧 怎么 一天了你回去整饭 一会儿回去呗 不行我得丢的 他得加油 他得丢的 那你再丢的一会儿啊 那我到头了 到头回家做话去 到头你回去吧 回去我得上通里头 看看通里那块地 等天夜里 赵明哲开始等待吐轴 多年的经验 使他可以通过鹰吐出的麻纤维 来判断讯鹰的火候 很快 这团消化不了的麻纤维被鹰吐了出来 看 看 这九红九年 有啊 看 鸡 死了八经 没有粘性 就一股死了 证明他 糖 就正 净了 就干净 没有油了 那一鸡 那焦红 焦粘 那就还是 糖还是不净 鹰腿会训鹰的人 不止赵明哲一个 但赵明哲无疑是最痴迷的一个 四十三年来 他年年拉鹰 年年训 甚至一年四季守护离鹰 那年冬天雪最大 我秋章拉了撒鹰 拉撒鹰 那两人我就急稳 就说是就不不拉了 不拉我就要 要训他 训他死一个跑两 哎 家里没鹰了 第二天 就看谁买鹰 阿豚 阿豚 这鹰魂拉鹰的多呀 知道他新的鹰 赶了 那个鹰也是 也是生鹰 合的是四百块钱 还记着你吗 我说没知道 说别买了 这生鹰哪那么贵的 那都是一团二百 就买下来了 他啥 歇着玩 他有价就行 多些都买 隔着家有二百块钱 这二百块钱 咱这已经买下来了 夹到这胳膊上 这丑着他高兴呀 那事的 像博物馆 还有咱俩就说是 那年咱俩就说是那年咱俩 那时胡东霖来就在徐文章的方号 放映 咱俩特殊那个画片 大画片 那有学生堂去开会去 去年是四月十二号 满情都是 咱俩你就那一个 我四个 我岁数不到 四十多岁 有所好闲是专门二三钱的 带牙和公安 带牙和念书 这就整理经济相当紧张 那咱就是借钱都是带利 我说三分利四分利 一万块钱就是 给人还一万三 你要是四分利还一万四 那 你不卖房子 那 上小那咱就是两万两块钱计划 你要再继续借 那不计划 压着更完了吗 这是把房卖了 把房卖了 才卖七千多块钱 那换机会都没够你 教你其他别人 就瞧不起 东京当然 你还百伦赢 这就过去 一句话 这就叫二流子 你不正经浪 但是那当然 我的心情啊 我卖掉我那个瓦房 那当然 连工业子连书 我在撒钱书啊 就是我心里头相当 不那么好受 但是银子一生啊 必定地有 奔奔奔奔奔的地 哪能那么 平平淡淡的活 活着一倍 1995年 赵明哲为了 供女儿上学 卖了瓦房 花一千四百元 买了一间草房 住了十年 从八十年代末 赵明哲被媒体发现 就不断有电视台采访 拍摄赵明哲的讯音 渐渐地协助制作电视节目 和纪录片 成为赵明哲重要的收入来源 从一定程度上 改善了他的生活境况 三年前 他在草房的旁边 盖了这栋新房子 为了让鹰听到召唤 就能飞回主人的手臂上 只熟悉主人的口令 是不行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实际演练 这个训练项目叫做跑绳 昨天三米 前天今天就十多米了 后天我就打算叫你上山去捕猎 看看你雕和师父 你能抓不抓眼睛 你看那黑眼珠 那毛皮不一样 黄眼珠 这叫秋黄 这个就不也叫秋风鹰吗 他们俩是一样颜色的 是不是 这以后你就看到这鹰 啊 那头火 这秋风鹰 这你就懂得了 长大了 我要带活十年八年的 我要摆入鹰当时 你就来 我跟你弄一只隔膊杂 玩笑 啊 放鹰 啊 好不好 好啊 走吧 哎 他是一个疯狂的怪才 他演绎了小年舞的幽默 是创造还是模仿 十五年歌手生涯 他默默无闻 十五天临时角色 他一夜成年 是演技还是运气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影视演员黄博 我每天都做了 我每天都考虑了 练习一首 他人都抑制室